这题是问有关于效素性质何者正确 先看B 人体酵素活性最佳的温度都是37度C吗 没有 各位你说37度C是你的核心温度 你的手脚你的嘴巴都远低于37度 可能才30度出头 那所以你的脱锐电粉没 最喜欢的温度反而不是37度 37度反而活性下降一点点 这可能32 33 35 没有到37 37度只有你的核心温度而已 你说最佳 他说酵素就没有这样哪种酵素 所以你应该要说 人体酵素的 人体酵素活性最佳的温度 要依酵素种类而定 例如胃 胃在核心 胃蛋白霉 喜欢在37度 没错 小肠也是 可是有些酵素在周围一点的 他就不一定喜欢那么高温 所以这题是不一定 要看哪种例子 所以它有例外 好 初选项 酵素都可以降低 化学反应所需要的活化能 当然对 酵素都是催化剂 催化剂的功能就是降低活化能 增加反应速率 各位再讲一次那个准则 酵素一定是催化剂 所以它一定降低活化能 但是催化剂不一定是酵素 因为催化剂可能是无机物 像二氧化膜是催化剂 它不是酵素 不论是哪一种 你叫酵素还是催化剂 只要是催化剂 都是降低活化能的 加快反应速率的 所以这题株是对的 好 依选项呢 我没有讲 我刚刚是不是说 复选题中的辅霉跟辅音质 我们段口后才会教 有啊 可是我本来想讲的 可是因为赶课嘛 就没有讲了 所以我们等段口后再补